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邀请金融董事陈正芯和谭海运陪临一起开始 Ryan 今个星期大事有什么焦点? 早晨 各位 我想这个星期大家的焦点 虽然会有通胀数据公布 但大家也要留意中多局势 留意地缘政治问题 尤其是以色列方面的局势如何发展 昨晚美股仍然跌后升 不过看到油价也有一个比较急的升势 未来后市会如何发展? 会否避险情绪持续升温? 等一下Ryan也会和我们详细分析 观众朋友 如果你也有投资方面的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F 在聊天室里面讲低利价称呼和留言 稍后会回答大家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先跌后升 三大指数都已接近全日高位收市 油价急升4%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亚周末爆发 近年来中东地区最大规模的冲突 得完政治风险升温 导致低开147点后 最多跌153点 盘中由跌转升 收市升197点 收报33604点 标志升27点 报4335点收市 纳指升52点 报13484点收市 纳指金龙中国指数要跌近1% 欧洲股市都是向下 招点未股 Meta和苹果向上 Amazon要先跌后升 Tesla跌0.3% 石油和军工股向上 雪佛龙升2% 康菲石油升5% 军工股勒洛杰马丁升幅9% 油价度升5% 紐约旗油收市升4% 收报86.45美元 布兰特旗油收报88.17美元 避险情绪升温 金价亦向上 以月贺证券形式 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L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上 网易、百度和阿里巴巴 都比本港收市高超过1% 阿里折合83.04元 友邦、汇控和港交所 都比本港上日收市高 友邦折合67.61 汇控折合62.26 看看阿泰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早段升2% 31,659点 首义织合指数升37点 升1% 升来普通股指数升78点 新西南50成份股指数也是向上 升33点 看起来新加坡交易的港股黑期 现在升177点 到17,700点左右的水平 和大家跟进 美国导致期货的最新情况 到期现在升26点 标普的期货是升4点 纳斯坦指数也升28点 看到亚太区股市 和美国期货 普遍暂时来说都是向上 稍后队员盘和大家继续跟进 先谈谈外围情况 现在全球焦点都在耳巴局势上 简单说一说 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上周末突袭以色列 最新情况是 以色列以色列还击 空袭加沙地区 看到投资市场方面 油价向上 金价亦上升 CMC Markets有报告说到 冲突可能会加剧中东地区 地缘政治紧张的局势 引发risk of trade 即避险交易 传统上觉得资金 会流入美元和黄金 去避险 美匯指数最新看到106水平 中东地缘政局紧张的情况下 亦有忧虑石油生产会出现问题 即使生产不是有大规模的问题出现 已经开采到的石油 其实运输亦有机会出现中断的情况 Ryan 你如何判断今次耳巴局势 对环球资金流 以至对投资市场的影响 会是一个短暂的冲击 还是长线来说 都会持续影响着未来的资金流向 我觉得短线来说 那个影响会比较大 但是始终巴勒斯坦 以及以色列 都不是主要的石油出产过 你说会不会影响 运输而不是出产 某程度上是有一些影响 但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军力 理论上是太过懸殊 而现在市场的主流 或者大家普遍都认为 这一个二霸的冲突 或者甚至乎战争 其实不是像乌克兰战争那样 会抗日持久 甚至会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去解决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一些避险资产以至油价 我想所受的刺激就会相对有限 油价在走势前 你看到到95美元的位置 都有明显一些拆仓的情况 只不过因为地缘政治的冲突 令到它的价格也在短时间内抽上来 但是它先前的升势基本上已经破坏了 所以你说是不是要延续先前的升势 再次挑战100美元的水平 我想暂时来说 就未去到这些位置 我想就拿到90美元左右 做一个阻力位 这些位置我想它需要时间去突破 但是如果你说看一些真正的避险资产 例如黄金也就是债券 其实你看到资金有少量流入债券 当然不排除一些技术的反弹 黄金也是这样的情况 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冲突 虽然说一些战争和战役 可以在短时间内有机会解决 但是长时间的分歧 我想就不是那么简单可以解决到的 因为你对以色列的一个军事强国来说 你突然间会被哈马斯 这样去偷襲成功 其实在国内是一个很大的震动 甚至乎是震动了一些欧美国家 所以我相信在一个未来中期的情况 以色列都会很加强他们一些军事的防范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某程度上是会激化了一些 大家对全面的一些战役的忧虑 而再加上 其实在乌克兰那边也是有另一条的战线 其实似乎形成一个格局 就是越来越多地缘政局阵营间的一些对类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市场对于一些我们所说的避险资产 以至是一些战争资产 例如一些黄金 甚至乎军工股等等 只不然会有一个留意的情况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他们的价格是不排除了一个中期的升势 是会启动的 是的 油价你刚才也说到有一个上升 但是不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上升 反而在金你也觉得会有一个持续的升势 譬如对股市方面 你觉得影响就是 你刚才说了一些sector 军工股会有机会利好 但是譬如说大市方面 你会觉得 因为我看野川有一个报告也说 这次可能 虽然耳巴局势未必是完全影响到美股 但是可能会压毁美股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认不认同这个说法 我有些觉得是需要去警戒的 原因就是 美股就算是年初至今 现在来到10月 那个升势 基本上都是建基于一些大型的科技股 一些全面式的升势 或者一些周期性的股份 仍然我们不是很看到一个很强势的情况 因为大家始终对经济有一些忧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因为那些科技股 其实你看到也有少少令人担心 是否去到强劳之末 是否会出现一个比较大小的回讨 我自己倾向觉得这些股份 它们都是去到一些比较高位 在高位上有一些比较深度的回讨 机会比较大 而不是一个真正的转势 原因就是对很多资金来说 市场上 一些在科技世界 整个产业链有这么高领导作用的股份 其实不是真的太多 美股市场才可以给到这些资金 可以这样选择这个一类 二类 对资金来说 暂时来说的太平地 仍然是美国 但真正在美国本土的影响 其实不是太大 所以对他们来说 这些资金仍然有不少影响力 因此我会觉得是一个转势来的 对于一些科技股来说 你说是否地缘政局会令到他们的回讨加剧 这个机会我会觉得是更大 好 今早外围方面也有一点值得大家留意 就是见到日圆 其实今早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现在对美金去到148的水平 还有日股 现在升超过2% 升688点 去到31,685点 会不会有机会 避险情绪升温 都触发资金流入日圆 因为日圆也是传统一个避险资产的选项之一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还是有其他原因 我觉得绝对会 因为一些避险资产 通常资金流向都是全面性的 整个板块流入 所以对于一些 包括日圆在内的避险资产 都有一个推动作用 加上先前的美元 其实都是强势 导致非美货币的走强的情况 都很明显 那你去到一些高位 就一定有一些获利的情况出现 我暂时都不觉得日圆 是真的出现一个转势 暂时我想在一些高位 作出回吐才会 那个情况比较相似 好的 我们先看看上日港股的情况 昨天因为受到台风小圈的影响 昨天港股只有半日市 未升31点收市 下午开市的时候 是轻微高开14点 之后一度升147点 之后受到美股期货拖累 一度倒跌 收市未升31点 收报17,517点 国子收市升24点 报5,998点 科子升9点 3825点 北水回归 成交半日有468亿 北水长假期后恢复 正级资20亿元 最多北水淨流入的 美团有6亿8千万 中国移动有1亿6千万 顺达生物有1亿4千万 在淨流出方面 腾讯有2亿北水淨流出 去通国际获母公司提出私有化 有1亿1千万的北水淨流出 股价急升挨近一倍 小鹏汽车都有1亿1千万的北水淨流出 先看看港股的情况 昨天是轻微向上 升到10天线流上 在20天线流下 科技股指数也有同样的情况 现在看到地缘症股升温 我想不单止是美股 全球股市都聚焦在耳巴局势上 你看对港股的影响又会是怎样 港股本身处于弱势的情况 所以单纯外围 有时候做好很难是带动到港股 但是反之如果你说外围 包括美股它们側低 其实你对港股是会有加期作用的 通常在一个弱势的市况都会出现这个状况 所以今次我也会倾向觉得 港股在10月份 我想波动会比较大一点 你可能市场有一些冲颈或者是一些技术的反弹 令到那个指数可能会出现一些 比较有点啟示性的一些反弹 可能上回到17,700楼上 现在期指也上回到17,700楼上 甚至乎你说顶位可能去到18,500楼 这些水平也不奇怪 但是每逢去到高位 我想一些获利盘或者计数盘就会出现 令到的